Hello everyone this is 吴尤玲 歡迎收看每週的新聞英文一個禮拜兩篇 但你也來解時事也來解相關英文單字 那在影片進行途中呢 我會教各位英文長句的閱讀技巧 以及英文單字的記憶方法 那在影片會區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我會把全部的單字做一個總集合 方便你快速吸收新聞的單字 那在第二個部分 我會把這個新聞的背景用中文解說 並且把英文單字帶進來 讓你能夠對這一部新聞呢 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這第三部分才是這一部影片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但是它最無聊 那最需要你的耐心 也是能夠增進你英文最重要的第三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我會逐字逐句的講解 並且引導你來把英文的句子把它看懂 好 那這個禮拜我要是兩篇 因為這個學期我的課量真的增加了 那在時間取捨上這一個禮拜 本來我是之前錄四篇 那這個學期可能就是可能就剩下兩篇 時間實在是不太夠 那我們第一篇是要看這個相當有趣的一篇 這兩篇都跟職場有關係 第一篇是蓋洛普在2月底的時候發表一個調查 他就是在疫情過後呢 這個求職者或者是換工作人最在乎的前6名 是哪6名 等一下我們進到文章裡面來看 那第二個是俄屋戰爭 他是之前有一個金融的一個專有名字叫SWIFT 那在第二部影片我會跟各位講 什麼是SWIFT 新文來源一篇CNN 第二篇是BBC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篇 第一篇是蓋洛普調查 找工作考量前6名 新文來源 You're what workers really want from their employers 好 那看一下 記得搭配講義效果加倍 然後我有 我講義一樣還是有整理4篇 那歡迎各位去下載來看 搭配講義一邊看一邊上課 當然效果最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新聞單字 首先是工作生活的平衡 都跟職場有關係 工作生活的平衡 英文叫Work-Life-Balance Work-Life-Balance 那就是換工作 換工作英文叫SWITCH 就是打電動那個SWITCH 任天堂那個SWITCH 那SWITCH就是他有換 你就想他就主機螢幕在這邊 那他不是要左右兩個揪一看 揪一看就是那個搖桿 不是可以換嗎 一下子可以插電視 一下子可以獨立拿起來 有沒有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彈性的一個 一個平台 所以換工作這個叫SWITCH Job 這個會比較道地一點 SWITCH 那引誘 有一些開出一些工作條件 會比較引誘吸引者 那個申請者去申請 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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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re的耳朵 Lure 那排順序 這相當重要的單字 這個叫Prioritize Prioritize 這樣子 那報償 報仇就是我們工作的拿到薪資 各位正確來說 這個單字可能把他離人薪資 會比較正確一點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那就是填單 因為畢竟是問卷 所以這個叫Respondent Respondent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部分 這個過擾 Burn out 然後Burn這個單字是燃燒 那你就燒光光了 你就過擾 Burn out 那他說 有一些彈性的工作選擇 Job Flexibility Option 各位這個Option 這個單字是選擇的意思 相當好 記一個單字 你就記前面OP有個open 對不對 就是選擇就是開放 那Flexibility 這個都念幾遍 Flexibility 這個單字有彈性的 Flexibility 再來一遍 Flex 這道K 然後再來是S Flexibility 這是彈性 所以彈性的工作選擇 也是大家考量一點 然後Job Flexibility Option 那就是 就員工也希望能夠做自己想要 最擅長的是 相當有趣的騙語 play to 能夠玩 能夠玩什麼呢 他們的Strength 各位這個單字 Strength 多念幾遍 Strength 那各位Strength這個單字就是有強處 強處就是你擅長的事的意思 這個單字真的很好記 跟哪個單字長得像 就Strong 對不對 就是你那種很厲害的事情 Strength 所以你在念單字 是這兩個單字可以整理在一起 行念 Strong Strength Strong Strength 這樣子 那這個招募者就人資部門招募者叫 Recruiter Recruiter 就是招募者 OK 然後背景解說 重點單字補充 如果想辭掉目前工作 或者是找新工作的人 那辭掉這個單字叫Quit Quit 那辭掉目前工作 目前這個叫Current Current 這個單字我是覺得就各位多念幾遍 相當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單字 就是目前現在的 多念幾遍 Current Job Current Job 那他說會想要找更好薪資的職缺 以及工作生活上的一個平衡 所以兩個 第一個就是工作薪資 那更好薪資這個叫Better Pay 那個Pay這個單字就是薪資 Better Pay 那職缺這個單字叫Position Position 所以這個Position它就是一個職缺 就是一個職位 那各位你知道一個職位通常你會定著不動 對不對 就是說你到這個地方工作之後 短時間之內你的職位是不會動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這個單字就是Pose 很有趣 對不對 你就想我們拍照不是都會擺Pose嗎 我現在擺拍照拍照擺Pose 真的是很多 各式各樣的Pose都有 那Pose是不是你擺了就不會動 一樣的道理各位Pose Position 擺了不會動 你職缺 比如說你是短短日是人之步 那就是說短時間之內你是不太可能會掉動 你不會瞬間在那邊掉動 不太可能 那所以Pose Position 那以及工作生活的平衡 現在大家很重視這一塊 工作生活這個是Work Life 工作以及Life Life是生活 那Balance是平衡 Work Life Balance 好 那下一個咱們人們換工作的動機 換工作動機 換工作這個叫Sweet Job 那動機這個叫Motivation Motivation Motivation Motivation其實是Mover這個單字來的 動 那你能夠動 Motivation這個單字其實你用那個聲音是很好記的 哎呦 不好意思 Motivation Motivation 我用女生的他 各位我是男生 我用女生的他 各位這個有一點 就有點澀澀的 然後就摸他 能夠摸他 想到能夠摸他就很好 就Motivation 可以了可以了就讓你有動機 那大家換工作的動機 跟前幾年比已經很不一樣了 他是用2022年的調查 然後好像跟某一年 等一下我們進入文章會看到 跟某一年相比 那個排名順序已經出現的不一樣 相當的有趣 跟幾年比不一樣 好啊就沒有補告 那他說想 如果說你是想要找新員工的僱主 僱主這個是多一重要單字 這是Employers Employers 各位這叫僱主 多念幾遍Employers 那相當好記 這也是非常好記一個單字 你就看 這ploy 有沒有 你各位你不覺得就是play嗎 對不對 那in這個單字這個字首 各位倒是稍微記一下就是死 對不對 各位什麼叫僱主 就是說我有一間公司 然後我請人進來我裡面玩 對不對 大家就是職場嘛 大家一起交朋友 然後一起為了共同的目標來達成目標 大家一起玩 Employers OK 那這個僱主應該要看看下列六個考量點 那這個考量點它是用Factors Factors 那各位Factors這個單字的意思是因素 因素 因素我寫一下 各位中文字難看 我應該要打出來才對 本來是因素就是六個因素 這邊我是把它翻譯成六個考量點 Factors 那各位Factors很好記啊 你就記Fact 各位什麼是Fact 事實對不對 事實 懂意思嗎 成為事實的點就因素 Factors 好來那盡量滿足這些條件 盡量滿足 那滿足 就是說雇主盡量滿足現在員工最佔夫的這六個點 那滿足這個叫Satisfy Satisfy 多念幾遍 沒什麼太特殊的技法 多念幾遍 Satisfy Satisfy this 這些條件 條件的英文叫Condition Condition 所以盡量滿足 Satisfy this Condition OK 好下一個來吸引或留住員工 那吸引就是Lure Lure 你可以用Lure 我給你一條Lure 來吸引Lure 看各位怎麼記 來留住員工 那員工的英文叫Employee 這樣Employee 你會發現一樣有個Play在裡面 大家一起進來玩Employee 好 那下列因素 底下六個因素是按照優先順序排列 第一名就是大家最在乎的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 那優先順序各位優先順序這相當重要這個叫Prioritize Prioritize 各位你就這個單字多練幾遍 也沒什麼太多太特殊的技法就多練幾遍 它重要Prioritize 我們生活 我們的生活就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選擇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選擇按照輕重緩期優先順序把它做出來 每一個人輕重緩期都不一樣Prioritize 各位第一名就是工作薪資 各位薪資在這邊CNN用到的字叫做Compensation 它不是用Pay用到這個單字 這單字Compensation 工作薪資 那工作薪資各位稍微講一下 這個COM是不是一起對不對 這個自首叫做一起 這邊不是有比嗎 我給你很多比對不對 你要我這邊工作給你很多比 薪資compensation 好 那新工作的薪資應該要有大幅度的增加 第一名薪資 他就說當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換工作一個重要的考量 就是我的薪資是不是有大幅度增加 OK 那新工作這個叫New Position OK 所以這邊倒是可以各位工作 我們除了講Job之外 還可以講這個單字Position 其實Job、Position都對 那薪資 這邊又用到這個單字叫Income 所以目前我們遇到了幾個薪資 稍微我用口頭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Income 再來就是Compensation 對不對 剛剛遇到的Income Compensation 那以及福利 Benefit 這我沒有打 Benefit 這個單字叫福利 就是那個全聯最近廣告 什麼福利熊 熊福利 這個有夠厲害的 瞬間洗腦 Benefit 所以福利熊 你就這樣翻譯 Benefit Bear 所以福利熊 Benefit Bear 熊福利 Bare Benefit Bare Benefit Benefit Bear 這樣大幅增加 這個大幅度的這個叫SIGNIFICANT 這個叫SIGNIFICANT 這個單字它有重要的 那它還有這種大幅度的意思 重要的 大幅度 這個單字是也蠻好記的 你就記這個 有一個這個哪一個字 所以你有看到 SIGN 這個東西是有簽名的 有簽名的東西重要不重要 重要就是因為重要所以我才會簽名 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SIGNIFICANT 多念幾遍 SIGNIFICANT 大幅度的增加 增加英文叫increase increase 好那下一句 那第二名就是工作生活的平衡 那工作生活的平衡 平衡這個叫 Work Life Balance Work Life Balance 工作生活的平衡 那它說工作生活的平衡 醫與健康的這個分類 工作生活的平衡跟身體的健康 好來 那它這邊健康用到的並不是Health 我們一般來說都知道是Health 這邊不是Health 它用的是Well-being 表示一個人類的那種幸福感 那當然這個健康指的是身體跟心靈的那種健康 好這個分類 這個分類 那各位這分類相當特別的單字 也是非常重要一個單字 這個叫Category Category 這個叫分類 那各位這個單字是蠻好記的 因為你如果仔細看 你會發現裡面有貓 Cat 還有什麼字Go 貓會去的地方大概就是那幾類對不對 你就這樣記 貓會去的地方 貓咪叫你記單字 之前還有說那個用狗來記單字 應該有機會再補充了 貓咪教你記單字 其中一個Category 可以 這個越來越重要 表示各位在幾年前 身體健康工作生活平衡 這個並不是在第二名 可能之前是在比較後面的 越來越重要 has rising in importance 重要叫importance 那剛剛重要還有另外一個單字 是significant 對不對 significant 這兩個單字都有重要 那risen就是上升 好了就算是沒有過勞的員工 這個過勞burn out burn out 那遠距上班的彈性選擇也是重要 各位是這樣 就是疫情過後 遠距上班 就是等於之前沒有 那疫情過後 開啟了另外一種選項 什麼選項呢 員工可能就會去考量說 這個工作能不能讓我遠距上班 這種就是新的 讓我可以比如說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因素的時候 我就有這個彈性選擇 好達到工作生活的平衡 來遠距上班的英文叫remote work remote work 好那各位這個remote 這個單字其實也是非常好理解 可以仔細看 這個mote不就是move嗎 移動 re這個單字各位知道吧 就是again再一次 能夠讓我從這邊移動到那邊 距離是不是增加了 從這邊移動到那邊remote 那所以遠距上班就是remote work 那彈性選擇工作彈性選擇 各位彈性叫flexibility flexibility 這樣可以 這個單字flex 各位我曾經講過這個flex 這個單字它有炫耀的意思 flex這個單字是生長 懂意思嗎 我快速講一下 flex這個單字是生長 生出你的肌肉 懂意思嗎 然後生長 那所以為什麼它有彈性 就是你生出去你的肌 你生出去了 所以這個是彈性 這個單字flex 一生長 這延伸出來的含義各位 它有炫耀的意思 flex its muscle 所以比如說美國又在炫耀它的軍備 炫耀它的肌肉 flex its muscle 日益的重要 好第三名是能夠發揮自己的強項 play to their strength 各位這個單字strength strength 各位不要忘記它跟strong 非常的像 兩個單字一起記 strong strength 好 那招募者應該要多費心了解 那招募者這個叫 招募者英文叫recruiter recruiter recruiter 多唸幾遍吧 那應該多費心了解 make the extra effort effort這個單字就是努力 extra就是多的 意思你要多用心 extra effort 爸爸媽媽都會跟小孩子講 你要多用心 多用心 you should make the extra effort 好 看一下 好 那什麼事情會激發面試者的工作熱情 那就是candidate candidate這個單字有候選人的意思 我的字難看 所以我就不寫了 候選人 康康人 候選人 那各位候選人面試者都是 反正就是說人事部門在招募新人 這些都是candidate 懂我意思吧 那candidate 各位這個單字怎麼寄它 各位candidate 就是沒有這樣寄 有沒有 can 可以約會的人 有沒有 can 可以約會 假設你是很受歡迎的女生 我是舉例啊 也是變成男生 哇 很多人想要跟你約會 這些都是你可以約會的人 can的 就這樣寄 就是候選人 OK 好 那什麼事情會激發面試者的工作熱情 對好 那這邊各位結束 我這邊因為我的新聞指列出前三名 那各位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你就連結你自己點 你自己去看第四名 第五名第六名是什麼 你之後有興趣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長句解說的部分 首先第一句是新聞的標題 here's what workers really want from their employers 那就是這裡是工作者 員工真正想要的 從誰的身上 從雇主身上真正想要的 來 好下一句 It's no surprise that anyone looking to create their current job for a new one will want a position that offers better pay and world life balance 各位等一下我那個大頭擋住我移動一下 應該有好這樣好像好一點 OK 來那這邊這個句子 各位我們首先看 看看能不能拆解的部分 那首先剛剛第一個看到是that 那所以that 各位這個單字 各位要記得 它必須要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再把它刪掉 就是說前面有加名詞 所以我們仔細看 no surprise 各位看得出來吧 surprise那是一個名詞 沒有錯 那在接下來後面加句子 所以往前看往後看 anyone looking to create their current job for a new job 各位來真正的動詞在這邊 所以這個後面是加了一個句子 所以我們就把它砍掉 砍掉之後就剩下這邊 it's no surprise 那各位現在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說這個William 還要去判斷that 前面是不是句子 後面是不是有句子 你前面的名字麻煩 各位也可以用這一招 什麼一招 就是你看到that 你就把它刪掉 不過有的時候會造成刪錯的情況 有的時候 可是機會並不是很多 看取決在於你閱讀的一個文章 好沒關係我們就刪掉 那刪完之後 我們就優先看前面這幾句 it's no surprise 各位surprise是驚訝 所以一點都不讓人驚訝 好往後看怎麼樣 that anyone looking to create their current job for a new one will want a position that offers better pay and worth life balance 就是我們接下來看後面這一句 後面這一句首先看到的looking 對不對 各位記得 如果說你遇到名詞後面加上ing 有沒有各位anyone是不是名詞 名詞 名詞後面加上ing 各位你要知道什麼東西出現了 形容詞出現了 懂嗎 形容詞出現了 那我們要開始框 把形容詞框起來 要框到哪邊 框到動詞的前面 所以我這邊已經圈了 looking開始框到 各位無有望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動詞 框到這邊 什麼東西來了 各位形容詞來了 刪 刪掉 就把它刪掉 那接下來再看還有沒有 有 還有一個that 懂嗎 這個that的後面又立刻接了動詞 所以再刪 各位懂意思 這個that的後面又立刻出現動詞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刪掉的部分 為什麼可以刪 因為這裡又是形容詞 再跟各位強調一次 我在教各位長句的閱讀技巧 通常會刪掉的都是形容詞 英文的形容詞極度容易造成我們中文閱讀者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們把形容詞辨識出來 好再刪 沒有了 各位整句的結構就剩下這樣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人想要新職位 懂嗎 我這邊開個新分頁跟各位講一下 名詞後面如果加上that 如果加上我們剛剛遇到的ing 目前知道都是形容詞 在修飾前面的名詞概念 了解 所以任何人都會想要一個新的職位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一步一步的把這個東西還原回去 好 有了 第一個還原的就是黃色的部分 所以這些人是什麼人呢 來形容詞開始補充這些人 他是尋找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單字 有 quit這個單字 辭職 current 是目前的 所以就是說 looking to 尋找 想要去 辭掉他們 目前工作 找新工作的人 各位什麼人 辭掉目前工作 想要找新工作的人 好 接下來要第二個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個position 的補充 這個職位又是什麼職位呢 好來看一下單字 offer 是提供 pay 是薪資 word life balance 叫做工作生活的平衡 所以這個職位是什麼職位呢 會提供更好薪資 以及工作生活的職位 懂意思嗎 就是到這番 跟我們中文的閱讀順序其實是不太一樣 OK 好啦那整句我念一次吧 but it's no surprise that anyone looking to quit their current job for a new one will want a position that offers better pay and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這樣喔 你可以試著自己在練習翻譯看看 好來那接下來看一下下一句喔 下一句就是oh my god 非常非常強的一句喔 好這一句喔 but what may be surprising is just how much more motivating these issues are in a person's decision to switch up today than they were a few years ago according to a new Gallup study of more than 13,000 US employees 這句很長 看到你頭都暈了喔 可是各位你不用擔心喔 長句其實真的是有它拆解的一些技巧啦 來讓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各位你最明顯的各位 我們最明顯的是看到痘點 那痘點原則上我們一看到就簡單 就後面全部都先刪掉 各位痘點它就是一個分件 後面先砍掉再說 好來砍掉之後接下來各位我們有發現到 then 各位這一句是新的喔 之前我倒是沒有教過啦 就是一個新的閱讀技巧給各位參考 我們看到 then 各位 then 這個單字中文翻譯叫做比 懂嗎 我跟你比誰跟誰比喔 所以我們 then看到之後 這個叫比較級的閱讀法 我們必須要找出 a 跟 b 因為一定是兩個東西在比較 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喔 來找出 a 跟 b 那利用英文的對稱性 規律性來找出 a 跟 b 各位英文它是一個非常規律的一個語言 我們就找哪兩個東西長得很像喔 我們就先把 a b 找出來 好來跟我們仔細看 then 的後面是不是有 they were 對不對 then 後面 they were 沒錯吧 好再來我們就找對應的喔 各位就是有一個 they 好一個主詞再加上一個動詞 好來接下來我們 then 往前找 往前找哪裡有類似的樣子呢 好就是我用黃色的這邊 有沒有 these issues 這個也是主詞 然後 are 是動詞 可以喔 喔欸 長得真的很像喔 所以 then 前面 a b 我們找出來了 好看喔 各位中文翻譯 issue 是議題 所以各位就是兩個議題在比較 各位看得出來嗎 這個 issue 跟 they 就是這個 issue 好來那我們接下來仔細看一下動詞喔 有沒有看到一個 are 一個 were 所以一個是 are 是現在是 那 were 這個是過去式 各位我稍微講慢一點喔 所以這個 then 主要是我開一個新頁面喔 所以各位這中間有個 then 剛剛有跟各位講到我們要去找出 a 跟 b 出來 那現在好了 a 跟 b 我們知道齁 就是就是議題在比較 兩個議題在比較 a 是現在 b 是以前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是現在跟以前在比較 非常簡單因為一個是現在式 一個是過去式 所以這個議題是以前 現在的議題跟以前的議題在做比較 可以喔 我們現在能夠透過這個方法 大概能夠抓到這些訊息對不對 好 來再往下看 好 來接下來 這個 are 的後面 this issues are 後面有這一整串 我用藍色框起來 各位這個議題到底是什麼議題 來先看一下單字 decision decision 這個單字是決定 那 switch 這個單字是換 我們有單字接下來開始進入文章裡面 就是藍色這邊 好 in a person's decision 來各位這個議題是什麼議題呢 人們的決定 什麼樣的決定 去換工作的決定 在今日換工作的決定的議題 跟現在跟以前比 OK 好 所以給我這邊稍微做個整理 所以到底是什麼議題就是一個換工作的議題 那 a 就是現在跟以前來比 現在跟以前比 那關鍵字一個有 r 一個有 word 還有一個有 few years ago 就是以換工作的議題來講 現在是怎麼樣跟以前怎麼樣做互相比較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看這整句了 but one may be surprising is just how much more motivating 我們先看到這邊 所以 one may be surprised 令人驚訝的是是什麼呢 just how much how much more motivating 就是有更多的動機 促使人們去換工作 往後看 好啦 所以是更多的動機來換工作議題 來跟現在跟以前來比較 所以我看一下 ok 好 sorry 好 這整句 這句我漏掉一個 我就順著這樣講過去 所以更令人更多的動機來換工作的議題 在人們決定 人在決定這些動機上來換工作 今日在換工作的動機 than they were a few years ago 跟之前來比有很大的不同 好 後面 根據 新的蓋洛普的調查 of more than 這個調查的人有誰 各位這個有各十百千萬 一萬三千名美國的員工 一萬三千其實好像也沒有很多 這樣子 ok 所以本篇文章 現在我們各位知道 這個是有一個閱讀技巧 我們現在從這裡 我們就知道 本篇文章會一直提到 以前換工作的動機 跟現在換工作的動機的比較 那接下來 the last time Gallup did a similar survey was 2015 所以 survey 這個單字是調查 那各位這個 上一次 last time 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蓋洛普做的調查 類似的 similar 各位similar 這個單字叫相似的 非常好記得一個單字 就是有一個sim 什麼 sim 各位知道sim是什麼嗎 各位手機裡面的sim卡 沒錯吧 手機裡面的sim卡 不是都長一模一樣嗎 所以similar 相似的 相似的調查是在2015 所以在幾年前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七年前 好 好 下去了 employer's theories about winning the war for talent in the next year or so should view the following six matters as the baseline expectations of potential hires and should aim to satisfy these conditions when trying to lure or keep great employees 這又是一個長句 來我們看一下長句這邊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切斷的 這一句 我們首先有看到 我用紅色的圈起來 首先有看到about 那各位你要知道about這個單字 它是一個介系詞 我寫在這邊 介系詞其實也是一種形容詞 好不好 所以我們開始找 所以about原則上 它就一個起點 開始 從那個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始知道 要框到哪一個地方 一樣 各位圈到動詞的前面 各位動詞在哪邊 在這邊 各位看得出來 底下 should should這個單字 住動詞 後面一定會跟著一個動詞 所以從介系詞開始 從這裡 開始框 這邊就可以 原則上我們就可以先刪掉 好 接下來 在這邊有立刻看到一個逗點 再加上一個end 好來看到逗點之前跟各位講過 原則上也是刪 刪完了之後 我們要來看一下就是這一句 這一句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那個s s這個單字 它其實是一個連接詞 懂嗎 所以我看要刪太快了 s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是一個連接詞 那連接詞後面一樣可以把它刪掉 好來 砍掉 就剩下這些 各位 全部文章你看那麼熱熱等 我們剛剛刪掉了什麼 我這邊翻 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剛剛總共刪掉了介系詞 對不對 刪掉了逗點 還有一個連接詞 懂意思吧 所以各位 其實我是覺得各位在學英文 還是要正確的判斷 這個單字是什麼 詞性 那各位你在學英文 我是覺得你特別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那一些 補充說明的形容詞的詞性 像是那個介系詞 連接詞 什麼ing Ved 你會知道這些東西都是補充說明 可以砍掉的 好來 那砍掉之後就簡單了 先看一下單字 employer 這單字是雇主 employer view 就檢視 factor 這個單字因素 所以 雇主們應該要檢視 如下的 下列的 下列 下列的六個因素 這樣子了解 好 好 那接下來開始還原了 開始還原 我們把形容詞還原回去 好來喔 所以雇主 serious about 就是要很嚴肅的 關於什麼呢 各位開始補充了 關於什麼 贏得 這一場 戰爭 好 繼續喔 各位介系詞有沒有 開始補充什麼樣的戰爭 天賦 人才的戰爭 又開始補充 補充什麼 時間 在明年 或者是未來幾年 如果說雇主 你很認真的想要贏得這場戰爭的話 就應該要認真的檢視下列這六項因素 好接下來開始繼續還原 這個因素又是什麼因素 啊不是什麼因素 各位不好意思喔 s就是會 當什麼時候 當做 這個baseline baseline這個是底線 比較極限就是底線 exploitation exploitation 這個單字 預期期待 potential 是潛在的 higher 是它有租用 它有新人的意思 就是作為這個底線 基線 基線的這個 這個基線的那個 預期 什麼樣的預期 潛在 新人的底線 就是說你在招募員工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些新人 就是會有這六項最重要的因素 這六項最重要的因素 要把它當作是底線 要盡量的符合這些底線 才找得到人的意思 ok ok 好 來那接下來是豆點後面 我們看一下 ancient m2 我們看一下單字 m這個單字 是計畫 satisfied 是滿足 condition 條件 lure 是引用 所以應該要 計畫要去滿足這些條件 當什麼時候呢 試著要去引用 吸引 或 我好像擋住了 好 再移動過來 可是剩我人生的一半 好 這樣子就不會了 就是引用 或者是留住很棒的員工的時候 嗯 就是美國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整句了 整句 Employers serious about winning the worth of talents in the next year or so should view the following six bettors as the baseline protection of potential hires and should aim to satisfy these conditions when trying to lure or keep great employees 這樣子 好 下去 in order of importance employee said that if they were to look for a job today they will prioritize ok 這一句我看一下 好 來啊 各位這邊有一個 我先講單字好不好 各位這句的單字 employee 這個單字是員工 那列出優先順序 這個是prioritize prioritize 各位單字我們先搞定 那好的 之後這邊簡單介紹一下文法概念 is 加上word2 表示未來 但是不太可能發生 各位我認真覺得 文法 各位我是覺得比較重要的文法 我們要了解 各位哪些是重要的文法概念 各位現在是過去式 因為它會影響你閱讀 會影響閱讀理解的 那就是真正重要的文法 然後再來還有那個表示現在跟以前 什麼東西能夠表示現在跟以前 就是還有完成式 還有什麼過去完成式 這個都相當的重要 但是說老實話 這個if加上word2 它表示什麼未來 不可能發生 會不會影響你的中文理解 我個人覺得不會 我們翻譯看看 你看 你看 為了要 in order of 就是 不好意思 in order 是順序 重要性的順序 那 員工說 說什麼呢 如果他們要去 各位我們就知道 if是如果 word2 就是你沒有翻譯出來也沒關係 各位你懂意思嗎 你沒有翻譯出來也沒有關係的文法 我個人覺得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有興趣有時間 再去研究的文法就好 各位不要太糾結在文法概念 真的 各位你真正需要的還是再度強調 各位你真正需要的是大量的閱讀 真的大量閱讀 你不要太過重視細節 你如果講到文法的話那是細節 當然重要的文法我們還是需要知道 那你透過大量的閱讀 你會開始累積 對這個語言的感覺 那你說慢慢的你在想要知道 更細向的文法概念 那個時候再來也不急 你不要一開始就跑進細節裡面 跑進那個文法細節 一開始跑進文法細節裡面 各位語言變成什麼 變成那種你需要去分析的 你需要去考試的 各位他就不有趣 各位英文語言就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懂嗎 好啦OK 如果他們想要找工作的話 他們就會把它列出優先順序出來 各位懂意思吧 OK 閱讀 好啦OK 這個就重複的 首先各位第一名 各位第一名是什麼呢 compensation the study found the number one factor respondent say they would won in a new position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come or benefits whis 64% study that's very important 好來我們看一下單字 各位順著看過去就可以了 compensation這個單字就是補償 就是薪資 respondent 這回覆者 position 就職位 我看一下這句某沒有切 欸 各位sorry 這個我看 我知道 好沒關係我先順著看過去 不好意思 這同影片我可能之前在做的時候有點搞混 好沒關係 第一名是薪資 好 這個研究發現 發現什麼呢 第一名的因素 好各位 那這個因素是什麼因素 各位這邊遇到 那我同一天沒有做好 不好意思 來這裡 從這邊到這邊 這裡 到這裡 各位你有發現這邊有個形容詞 我用那個 那個比較清楚的 各位這實在是不好意思 這同影片沒有做好 所以我只好用筆來畫了 好 各位從這邊到這邊 各位你有發現這個是形容詞 你怎麼知道這個是形容詞 因為它接在名詞後面 這邊我整理一下 原則上名詞後面出現句子 也是形容詞出現的一個相關 當重要的因素 各位我覺得我剩下半身 我自己看的不是很舒服 我還是把它我自己拉出來 好了 名詞後面加上句子 就是形容詞 我們複習一下 就是剛剛有講出現VAT 然後還有出現什麼VING 這次都是形容詞來的 可以 行容詞來了什麼 不然我們可以先把它砍掉 各位說實在 各位這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我沒有把投影片做好 好沒關係 那 框到哪裡 各位框到這個動詞的前面 好好來 所以各位聽 所以這個因素是什麼因素呢 開始 就是 填答者問卷的 用黃色的 問卷的填答者說 他們想要在新職位的因素 倒著翻 OK 是什麼呢 下一句 是什麼 它需要有 來 significant 顯著的 Income 收入 benefit 是利益好處 還有額外收入 就是一些福利的 賽運用 好來 各位是什麼 是有顯著成長 在那個那個 Income Income 就是 那個叫薪資 薪資 在薪資上有顯著成長 或者是一些福利 有些顯著成長 百分之六十四的人 說 賽就是說 說什麼呢 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要換工作 這個新的工作 一定要有非常 大幅的薪資成長 我才會想換 好 第二名 各位第二名叫 World-life balance 好 The category World-life balance and well-being also has risen in importance 來 Category 是種類 Well-being 是幸福安康 所以工作生活的平衡 在一個分類 工作生活的平衡 以及幸福快樂 也成長了 在重要性上也成長 跟疫情 之前跟2015年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都成長了 OK Even for workers who aren't experiencing burnout The significant increasing remote work has raised awareness about the value of job flexibility Servility options 好 好 各位這邊有個逗點 然後各位逗點看到就 砍 後面3 我們先專注看前面這一句 所以單字 Experience 是經驗 Burn out 是過勞 所以甚至對於那些員工 各位這邊又出現形容詞 各位來從這邊到這邊 這邊有形容詞 但是因為短 所以我就沒有切 所以對於員工 什麼樣的員工 各位沒有經歷過過勞的員工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再整理一下 各位名詞後面剛剛有說出現的句子 出現的that 出現who 出現ing 這些都是形容詞來的 OK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性把它刪掉 就像這一句 懂齁 倒點後面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emote work has raised awareness about the value of job flexibility option 這邊有個in 各位知道 in是介系詞 介系詞就是在補充 然後所以 再往下看 沒有再往下看 我看一下我還沒有做 對再往下看 各位這邊有個 那個about 各位我這邊各位有跟上嗎 來再重複一次 各位這一句是不是蠻長的一句 好我們開始仔細看 各位裡面有介系詞對不對 好各位有介系詞 就是形容詞來的 理解嗎 形容詞來的 所以這邊就是起點 來框 框到哪邊 各位框到動詞的前面 所以框到這邊 好框完之後就是3 3完了之後再仔細看 這邊還是有介系詞 在句子的很後面了 所以介系詞後面3 所以各位真正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 就在這邊了解 來看一下單字 significant 是重要的 raise是提升 awareness awareness 這個單字是意識 各位這個單字很好記 awareness 相當好記 各位仔細看 awareness 你仔細看就是 2 再加上戰爭 你只能有沒有 對 我們對戰爭要有優換意識 一場戰爭 像有個烏克蘭跟俄羅斯這樣 意識 大家因為戰爭所有的人民意識都提高了 保家衛國的意識 當然不要戰爭是最好 awareness 好所以 看一下這句吧 這個顯著的提升 也 增加了 顯著的增加 也拉高了這個意識 顯著的增加 拉高了意識 好 看不太懂對不對 開始還原 好 首先先還原什麼呢 什麼樣的增加 各位增加是什麼增加 叫做遠距工作的顯著增加 也提高了意識 來 什麼意思 往後看 關於value就是價值 value叫做價值 flexibility叫彈性 flexibility 這個單字你唸 其實這個單字你唸起來 你會覺得在嘴巴裡面就是很有彈性 flexibility flexibility 你多念幾遍 option是選項 那記得這個是跟open有關係 所以增加了這個意識 那各位這個意識是什麼意思 關於工作彈性選擇的價值的意識 好不好 就是工作要有彈性 工作的地點要有彈性 現在大家都會列出考驗 能不能遠距工作 免得下一場疫情又來 所以整句 even for workers who aren't experienced burnt out the Scandinavian increasing remote work has raised awareness about the value of job flexibility options 好 下一句 chance to play to their strength 所以這第三名 58% of respondents said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m to find a role that lets them do what they do best OK 這個有個that 看到that後面就先閃 懂嗎 如果你不太想判斷什麼 我們閱讀就挑簡單的 你看到那就是3就對了 好 後面扛 所以chance這個單字是機會 play to their strength strength是強項 記得他跟strong長得很像 所以機會去幹嘛 發揮所長 58%的回應者說 這個是重要的 對他們來說 在找一個roll 就是職位的時候 OK 好 下一句 那這個職位是什麼 職位各位形容詞來了 這個職位是什麼職位呢 讓他們能夠做他們最厲害的事 OK 那這個roll我們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說以職位來講 今天我們遇到兩個單字 roll跟position 懂嗎 所以工作不是永遠只有work 懂意思嗎 你在找工作找職位 roll position都可以 我們目前新聞看到的 好 下一句 recruiter should make the extra effort to understand what really excites a candidate about their work 這一句短 我們就看看 不過這邊有個what 各位名詞後面出現的what 一樣又是形容詞來了 懂意思嗎 它其實也是個連接詞 來 所以這邊後面就可以看 不過這邊我稍微複習一下 目前我們今天學到就是 名詞後面出現that 對不對 名詞後面出現句子 名詞後面出現what 又剛剛出現什麼 好像有ing吧等等等 這些都是形容詞出現的一些訊號 還有介系詞 都是形容詞出現的一些訊號 你要有一個警覺就是 形容詞來了 我們在中文的翻譯的順序要倒著翻 懂吧 因為我們中文的形容詞 永遠都擺在名詞的前面 有的時候你為什麼會英文會看不懂 你被形容詞搞混了 ok 所以recruiter 招募者 extra 所以招募者應該要做多餘的努力 來去瞭解 瞭解什麼呢 瞭解什麼 好 所以這邊其實我是有點口誤啦 不過沒關係 反正可以刪 其實這邊並不是形容詞 可是我不好意思講錯了 這邊應該是名詞 這個是名詞指句 不過就這樣子吧 反正你就是看到名詞 後名字是what 因為我把它刪掉就對了 對不對 能夠刺激候選人 關於他們工作的了解 你必須要去去了解這些事情 ok 好 以上就是這一篇 那同場加印 我就本週有錄兩篇 那第二篇是俄物戰爭 什麼是sweet 也是相當精彩的一篇文章 裡面都是跟 就是職場單字 多益單字 然後還有一些金融有相關的單字 歡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